嗨朋友们,我们来到了青藏铁路沿线 除了拉萨、西宁以外的又一大重要城市,格尔木 格尔木是蒙古语,意为河流众多的地方 格尔木,距离西宁845公里,拉萨1200多公里,海拔2800多米 位于柴达木盆地的南源中段,是青海省的第二大城市 被人们称为柴达木盆地的明珠 青藏铁路分两期建成 第一期工程,西宁至格尔木段 在1984年7月30日,就在这里交付使用 第二期工程,格尔木市至西藏自治区拉萨市 在2006年7月1日全线通车 如今,伴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 格尔木更是被列入了 中国全国性综合交通枢纽 连接了西藏、新疆、甘肃的战略要塞 在格尔木区内,著名的景点众多 例如,昆仑神泉、玉珠峰、查尔汉盐湖 格拉丹东雪峰、长江源头、昆仑山口 可可西里自然保护区等 旅客列车出了格尔木市 不远处就是南山口站 昆仑山脚下的南山口 是青藏铁路二七工程的起点 这是一个 见证了几代中国铁路人心血的重要车站 南山口往南 旅客列车就驶离了柴达木盆地 沿着格尔木河谷上行 格尔木河位于柴达木盆地南部 是内流河也是柴达木盆地第二大河 上游分为两支 分别是发源于昆仑山脉的奈金河 和发源于唐古拉山脉的舒尔干河 随后旅客列车将一路上潘 进入昆仑山脉 昆仑山脉西起帕米尔高原 山脉全长约2500公里 平均海拔约5500至6000米 在中国道教文化里 昆仑山被誉为万山之祖 也是万神之乡 千百年来 昆仑山留下了许多美丽的传说 和难解之谜 吸引着国内外道教弟子和游客 前来朝拜 修炼 登山和考察 中华民族上下5000年的历史 有很多神话传说 都与昆仑山有关 关于昆仑山的记载 最早出现在《山海经》之中 书中描写的昆仑山 位于中国西北部 传说是皇帝在人间的行宫 古代神话也认为 昆仑山中居住着西王母 西王母是道教的政神 敬拜西王母的信众非常多 也有很多信众 会来这里敬拜昆仑山 感受昆仑文化的魅力 不远处 就是那赤台站 那赤台 藏羽意为沼泽中的平台 那赤台 有个不动拳 被当地藏民 示威神拳 在海拔3700的高原地区 即使在寒冷的沿冬 也从不风冻 泉池四周 由花石板砌成多边形的图案 中央一股清泉 从池地漠然喷涌而出 形成一个晶莹透亮的蘑菇花 谢谢大家的收看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一个视频再见